为啥很多家庭条件不错的学生他也要去征助学金 大家都知道大学的助学金还是挺多的 以我们学校为例 就是我刚毕业的母校河南大学为例 如果说你能拿到国家立志的话 一年是八千块钱 这个是特别好拿的 就是说在你申请贫困证明之后 他不仅是能够给你一个补贴 他有三个等级 有这个一级二级三级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贫困生的申请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就是三个级别 最低的可能有个一两千吧 最高的是有五千 除了这一部分你能拿到的钱 你还可以获得这个助学金 这个助学金的话 国家助学金是八千块钱 那这个助学金要比那个奖学金要容易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助学金是发给贫困生里学习比较好的 那很多比如说你这个拿了这个奖学金的 然后呢 他排在前面 你可能比如说你只考了可能十几名 比如说一共一共70个人 你没有考到前十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你是贫困生 所以说呢 你也能拿到这个类似于国家奖学金的这个 八千还是五千块钱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就有很多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去 去拿这个助学金 去申请贫困生 其实呢 还有一点原因 很多人不知道啊 很多人去申请贫困生也不是为了钱 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是学校有很多的 非常好的活动和机会 限制这个贫困生报名 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助梦计划 好像是叫什么助梦计划 就是说你可以去这个暑假啊 去这个国外去游学 讲道理来说 你说你这个国外留学 留学这种 你应该是针对于全校师生开放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设置了一个门槛 你必须是贫困生 这就让人非常疑惑 对吧 你贫困生 你都贫困了 你还要去国外游学 对不对 你正常的学生不让去 所以说就是因为有了这些 比较奇葩的操作 就导致呢 有一些人这个钻空子 投机去巧 因为他这个贫困生的评选 十分的那个粗糙啊 就是说 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 你还需要去村委啊 盖个章什么 社区盖个章证明一下 现在你就直接自己手写一个 对不对 编一个故事 然后去讲述一下 自己的一个悲惨的遭遇 当然百分之 我相信百分之五十的贫困生 都是货能价实的 但是还有百分之五十是属于 是属于这种来解漏的 这种现象就特别不好 说国家一年拿出来这么多钱补贴 这个助学金不是让想好好学习的人 好好学习 你说都让这群人拿走了 对吧 这不是社会的蛀虫吗 我想 Performance 是小们 Sag争 我现在也认为 这是小们